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为新成立的祖国斗士党设下了远大的目标 立志在来临的第15届全国大选中拿下30个国会议席 尽管这个目标的成功率极其有限 但马哈迪认为斗士党有潜力成为造王者 可以和任何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马哈迪今天在布城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所创立的新马来人政党也就是祖国斗士党 是一个独立政党不靠向任何阵营 但是小党也可以扮演大角色 针对由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土著团结党青年团前团长塞沙迪 与他分道扬镳 日前还宣布筹组一个以少壮派为主的多元种族政党 马哈迪泼冷水表明不看好这项计划 更认为塞沙迪不会成功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想进行党组 但你考虑他们的用选择 那是最终的数据 但我并不认为他会很成功 因为虽然他们的用选择是一个大部分 无论如何他表示如果塞沙迪和斗士党的宗旨相同 那么他和塞沙迪便可以一直维持良好关系 马兴市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